这是你第一次来这个北美美国吗 然后第一次来这个洛杉矶你觉得怎么样 嗯 yes it's my first time and it's a beautiful country really beautiful delicious food delicious ok now i got you 他说之前你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打英雄联盟了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支持后来就加入了IG 然后我们这个队伍是怎么样 就是搞在一起的 就是因为我我非常欣赏这个队伍的两名选手 然后加上我跟霍特一直有聊过 所以说我就加入这个队伍 然后我也感到非常的愉快 因为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强 他说我们的队伍的打法很奇特 因为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做BP选人的时候 然后阵容选出来 然后总是在最后一秒 你和姿态两个人在换英雄 然后他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整和 就是我们平时打的这个就是战术方面 有什么比较可以告诉大家的 首先就是 就是有一些上单的物理坦克在中路它非常强 不管是对线还是刷钱都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我们为什么在最后一秒换 就是因为我们选择这样的人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我们是用来上单 但是我们在最后一秒换的话 我们的AD走的是中路 然后我们的AP走上路 他中路就没有带那个护甲符文 然后我们中路的强势会变得更大 然后我上路只需要做到就是OK就行了 OK 哦 他说 他说我们的今天打CLGNA的比赛 一张还打了一个9比2嘛 然后他说 我们是如何做到让他们就是打的他们这么还不了 无法还击的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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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太了解他们了 然后 嗯 我们办掉了他们所有 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很厉害的阵容 然后拿出了我们很厉害的阵容 然后我们嗯 我们计划好了很多的Plan 然后他们是一步一步走了进去 所以说我们非常非常简单的赢掉了这场比赛 嗯 他们你全世界的人很多人认为你是是全世界最好的 啊 Jace player 然后你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经验或者是 嗯 嗯 就首先嗯 就是你你得玩非常非常多的这样这个英雄 然后你你对他的 他对呃任何就是就我的就你的符文天赋 你都要非常考究 就我杰斯这样一个英雄我有七套他的符文 然后还有很多他的天赋 然后也是应对过很多很多的就是这样的对手 你会知道你不仅是在对线包括你打团 或者说是你的整整体的一个节奏很多很多东西 你都要知道的比别人多 然后你就会做得很好 你只能 operated 那多一口 is 听了 是 转 子